HELLO 有沒有人進來 喂喂喂喂 不是讓你離開 你說好了 我們一起做節目 你忘記了嗎 House Mary 先讓Mari分享一下 你自己在那裡躺在那裡 看鏡頭吧 看鏡頭 看鏡頭 你見到你帶一張紙紙 有人見到你帶一張紙紙 你知不知道為何你帶一張紙紙 你會解釋給人聽為何你帶一張紙紙 你等一下 讓Mari先分享 你先坐定定 不要動 乖 我很忙 知不知道 要安撫你的小肥仔 然後又要分享東西 單手 看 我的Wi-Fi 不知道想怎樣 我的電話 為什麼會有Wi-Fi 是Wi-Fi的問題還是媽媽的電話問題 電話新買過 看 等一等 現在的Network顯示4G 已經崩潰了 行了行了行了 喂喂喂 不要動啊 幹什麼 你想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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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 乖 坐定定 乖 不要走啊 你把整個臉看 乖 你這麼英俊 對不對 你這麼英俊 乖 乖 大家好 這就是Rosemary Rosemary 多嬉 笑一下 對著鏡頭 不要這樣 你知不知道為何要帶小肥仔 知不知道為何要帶小肥仔 吃罐罐也是 整個頭摺了下去 然後連胸口也摺了下去 對 所以 她媽媽幫你帶了一張紙 但 為什麼呢 你還可以適合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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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軟 很軟 因為它特別黏我 所以 很難 嗯 我都盡量不想偏針 對不對 嗯 乖 乖 我抱你 我們今天有幾個題目 所以我要 用一個很快的速度 我今天沒有打燈 因為沒有化妝 塗上膏 不想嚇得大家太重要了 都是那句 每次都要離身 如果 你們是很怕見到人沒有化妝的話 那就記住只聽聲好了 OK 乖 給點心機 今天幾個題目 我盡量說 好嗎 盡量說 第一個 答應了你們 我會說 就是果汁和死亡率增加 有直接的關係 OK 我找了一篇原文出來 告訴大家 OK 它的原文是叫做 high juice consumption may up mortality rate OK 這個是新鮮滾熱辣的study 它也都不是那些 就是 某人在背後贊助的那些 OK 是 5月19日美國時間 JAMA 大家也知道 很有權威性的 MEDICAL JOURNAL 有幾個人負負責 這件事 而它的測試是大的 超過13,000成年人 整個美國 年齡層是45歲或以上 OK 這個今天會說 另外還會說 和果汁有關的 就是一個 其實美國的 美國的 你不要另一個名字 回來了 各位 美國的AAP guideline 就是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小童 小童 二童 AAP Pediatrics 就是 issue了新的recommendation 關於小童和小朋友喝果汁 OK 最後一個我想說的 就是 New Study finds changes in cancer cells when exposed to energy healing 原來被人瞄到爆 最近 我這幾個月被人攻擊 我幫人做什麼什麼治療 說這是騙人 那些無知的人 現在都會聽到 原來有些study出來 是發覺原來 癌細胞 對energy healing 是會有反應的 OK 這些study 當然不是我和Rosemary 兩個自己的study 是一些大的study Hi Allen 那些人的樣子不要不相信 你的臉口好一點 乖 OK 嗯 既然和媽媽做節目 你就臉口開心一點 乖 哎呀 好可愛 OK 開始講了 那 想辦法 都會講關於那個carnivori diet 即是唇肉食的diet OK 唇肉食飲食飯 上一集講了一點點它的好處 我記得 講了一個好處 但是我都要強調 這件事情 不是所有人的 每個人都適合這個carnivori diet OK 那這個是真的有個別情況 才會使用這個 所以並不是 promote 大家做 大家嘗試 只吃肉 那你問我 如果你是想瘦的話 其實 Keto是會有效過carnivori diet 而provided你的Keto是做得對的 當然 如果你的Keto是不對的話 你明白了 不會有大大的效果 所以你吃的東西 有沒有吃得對才是關鍵 但如果你真的兩個都對的前提之下 會是Keto是有效過carnivori diet 因為始終你carnivori diet 你吃了的肉 蛋白質多的時候 會變成葡萄糖 這件事情 我想聽開節目的觀眾朋友 都知道這件事情 好了 我們現在直接說到果汁 果汁那裡 其實有這麼多的研究 已經說過SSBS 即是甚麼 sugar sweetened beverages 即是有加糖的飲品 例如汽水 我們叫做肥可樂 紅色的可樂 總之裡面是有糖的飲品 包括Ice Tea 包括大家以為很健康 很養生的 下枯草 花旗生物 乳士等等 總之加了糖的 都是fall into the category sugar sweetened beverages SSBS 現在發現原來 100%的所有的果汁 都應該加入這個名單 因為它和一般的SSBS 含糖飲品 都是對健康有很大的懷處 你一向都會覺得 果汁是很健康很有益的東西 為什麼會加入這個團隊 是被人妖魔化 即是說對身體很差 聽著 這個評論 就是 萬三個成年人 全部45歲或以上 是橫圈整個美國 他們每天喝多一樣東西 其實就是12盎司的果汁 就是在自己平時喝的東西以外 不是說我抽走了你的水 你杯咖啡 然後我給你一杯果汁 不是 是on top OK 那法國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是有多了24%的致命率 OK 這個英文照讀給你聽 就是 Ila In a survey of more than 13,000 adults age 45 years or older from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each additional daily 12-ounce serving of fruit juice independent of other SSBS say sugar-sweetened beverages was associated with a 24% increase in the risk for all-cause mortality OK Lindsay J.Colin MPH and co-authors write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online today in JAMA Network open Each additional serving of any sugary beverage was associated with an 11% increase in all-cause mortality risk OK 那這段說什麼呢 一部分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OK 就是說 其實 你 這個研究 13,000個成人 45歲以上 每天喝多一份12盎司的果汁 就已經增加了24%的死亡率 而這個死亡率是所有成因的 可以是糖尿病死 可以是癌症 可以是心血管疾病 可以是中風 It could be anything OK 好了 那就是哪個作者 他就published在哪裏 而每天再多一份 含糖的飲品 就再增加11%的 all-cause mortality rate 就是你喝了這個之後 你再加多一杯 又再增加11% 明白嗎 大家理不理解這件事 OK 好了 先看看有沒有人的問題 先 是啦 OK 這樣這個是原文來的 跟著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high consumption of sugary beverages including natural sweet fruit juices OK kutu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all-cause mortality among older U.S. adults OK they warned Efforts aimed at reducing consumption of SSBS should include fruit juice they say 即是簡單的說 不要以為 果汁 生果炸出來的 就是有益和健康 OK Many people consider fruits juice to be a healthy alternative sugary soft drinks 很多人以為 就是 噢 不要喝肥可樂 或者不要喝 加了糖的飲品 我喝果汁 你見到出街的時候 很多爸爸媽媽 是很喜歡 餵小朋友喝果汁的 right ok no it's actually really really bad for you really really bad ok OK Rosemary 看看 Rosemary 你塞回來的噁心 下巴部 你不要這麼醜 你要英俊見人 知道嗎 你的寶貝 你要英俊見人 OK OK 媽媽繼續做節目 好嗎 你繼續刀天狼地 好 OK 今晚就是 我們要說的就是 雖然這個所謂的 evidence 是suggestive 就是說 他不能說 這個人死 是因為喝了果汁 但是呢 因為他觀察了一段長時間 而這些證據顯示 就是每天喝多一份 就增加了24%的 就是all cause的致命率 ok 好了 我們就想說 有兩個 一個是法文名字 Gauche Fure and Hu Both of Harvard T.H. Che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Boston 這兩個人就是美國哈佛 一間叫做T.H.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他講 雖然大家以為他是健康一些 但其實是怎麼樣呢 事實就是 these drinks often contain as much sugar and as many calories as SSBS okay although the sugar is 100% fruit juice is naturally occurring rather than added 就是當你以為 噢 那些果汁裡面的糖 都是天然的而已 這樣 但是其實 once metabolized the biological response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喂 我講了兩年多了 大哥 真的 就是任何的澱粉糖 任何東西 入到身體裡面 其實你的生理反應是一樣的 ok 即是 是沒有分別的 果糖的糖 和你檸茶的糖 和你喝那個黑糖珍珠奶茶的糖 或者肥河一樣的邪惡 因為他當你生存代謝了他 即代謝了之後 他是一樣的東西 biological response 生理反應是一樣的 ok 接著另外一個人 即今次的research head researcher 他就說 其實如果你看美國 那個risk factor for stroke 即中風的這個危機裡面 糖是其中一個 ok 那這一群的volunteer 是怎樣recruit的呢 就是between 2003年的2月 至2007年的10月 ok 那 他們是填了問卷 然後 就 將他們的食物是有記錄的 ok 接著 出來了的結果 就是 13,440人 有49.5個 ok 是 我們叫做regard sample ok 接著 出來了的結果 就是 剛才所說的 24%死亡率 你知道每天喝多一杯 果汁就已經完成了 如果你想再增加多些 即死得不夠快 不知道為什麼很厭世的話 又不想乾手正腳 又想慢慢很痛苦地死的話 你再 可以 加多一杯果汁飲品 已經可以了 明白嗎 明白嗎 或者任何含糖的飲品 可以嗎 那 先回答一下 我想問如果做不到運動 生童是不是都可以減到 Eddie 其實呢 我做了兩年幾次 我真的要做完 做完 真的要做完 其實 我們心裡說 很多錢 一步都沒有進去 健身 一滴運動都沒有做過 但瘦了200磅 起碼你要先明白這個概念 我明白現代人時間很趕 是很喜歡雞精的 和很喜歡的東西 一問就馬上得到答案 但有時候你要明白 就是你要明白了背後的邏輯 和理論 為什麼不可以 如果不是人家叫你吃禮物 說禮物健康 你就去吃禮物 其實你不知道原來是禮物 和你吃一碗烏冬 或者白飯 其實分別不大 正如人們會以為 果汁比紅色可樂一樣 其實你怎麼為之好 我也講了一萬次 其實凡糖皆毒 毫無懸念 只要有糖的東西 就是一樣的 我上一集也有開玩笑 說我其實 Rosemary 你不要看著媽 你不要看著觀眾 乖 看著觀眾 看著觀眾 哎呀 那Rosemary的飼養員 她拍了一張照片 放在她的Facebook上 就是牛扒 加些海帶 加些火龍果 她就說要減糖 我說其實那些火龍果都是糖 是嗎 當你真的明白的時候 你就不會再出現這些情況 但如果你是明白不明白 又或者說你是雞精 就是問別人回答你 而你不想付出背後 在你之後的努力去明白理論 和實踐的時候 就變成你一定會遇到困難 所以始終這是一個大的飲食改變 如果你有很多時候 你會灰心的 例如說你生育了幾天之後 你會發覺 哎呀 我好像頭很痛啊 我好像個人很累啊 哎呀 我甚至抽筋啊 我心跳一定是這個飲食方法不對 其實不是的 只不過很簡單就是 你不知道有什麼叫做Keto Flu 那你也不知道怎樣處理 或者更加重要是怎樣預防這件事 OK 如果你預防Keto Flu的話 那這件事就不會出現 其實很簡單 原來呢 其實你喝少許鹽水已經搞亂了 OK 或者是如果可以的話 你吃Keto Pack OK 你也可以完全徹底預防這件事 那不要緊 你不是一定要找我做討論的 我不是說你要做這件事 但你要做功課 即是你自己上網 你要看 還有你要了解多些 OK 不要就這樣 貿貿然就試 我立即不吃所有粥糞麵飯 麵包餅乾蛋糕雪糕 然後 但你去吃粟米 或者吃了一個蘋果 這樣 我有朋友是真的這樣的 他認為自己在生同 但其實呢 他每天都在吃蘋果 還有糙米粉 開奶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我不瘦 那一定是你吃的東西 裡面有東西錯的 因為很簡單 我說了很多次 In the absence of sugar OK fat will be used 那什麼叫In the absence of sugar 就是當你沒有吸收到糖分 當在完全糖是欠缺的情況之下 你的身體就會使用脂肪 但我們儲了這麼多脂肪 為什麼不用呢 當然是用了它 你也儲了很多脂肪 雖然媽媽給你生肚 媽媽給你那些糧裡面 是沒有grain 沒有穀物的 但你也儲了這些脂肪 為什麼呢 OK 如果你是 但老實說 我的貓沒有一起癡肥 沒有的 全部都很健康的 還有沒有什麼病痛 我之前兩歲過了生 是遺傳病來的 腎有事 後來轉到才知道 OK 但我其他人都要有十幾歲 手中症狀 不要吃自己的毛毛啦 乖啦 大腿仔啦 你看你扔到呢 又要抱又要糊 OK 所以了解多一點點 Abby好不好 不然你很容易會 在群組裡面看一些 似是而非的東西 你會相信了 始終身體是自己的 你不想 那麼容易 分不來 而被人影響到 OK 所以不要緊 買些書來看 上網看一些資訊 或者我這些節目 全部放在YouTube 是不用錢的 任體不生氣的 OK 我明白的 很多很長 你看回遠古一點的 圍繞 只是講生徒 近年 近一點 我們會說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 其實大家都要明白 慢性病不會單純 因為我們欠缺藥物 所以病 OK 我們身體為什麼會一直 一直痊癒回來 背後是有它的原因 你可以吃止痛藥 然後將症狀淹沒了 遮蓋了 但是如果不找到背後的原因 而在源頭上根治的話 這個東西會一直持續 那你就沒有真的解決到問題 已經不是腳痛 即腳痛醫 腳痛醫頭那麼簡單 只是隱藏了症狀 而在源頭處理 會是衍生更大的問題 OK 沒輕太多 但看老婆說瘦了 會堅持一段時間 Max其實呢 如果你真的肯定你自己吃的東西是對的 那你沒事的 你堅持一段時間 但如果真的沒有瘦 其實有很多原因 可能你身體內有荷爾蒙的干擾 或者是你吃的東西根本不對 甲狀腺 有功能等等 然後女性荷爾蒙 為什麼你 壓力荷爾蒙 例如皮質順是不是過高 等等 這些都會影響到人瘦得快不快 但如果你吃的東西是對的 那其實 例如是腎上腺的問題 就是皮質順很高 壓力荷爾蒙很高 其實你可以吃一些製品 去幫助腎上腺 回復健康 如果是女性荷爾蒙的 那有些食物你要避開 你要調整 讓女性荷爾蒙健康 正常 另外 為什麼 打擊你 如果是甲狀腺 甲狀腺 是要抽血的 要做化驗 這是真的 你才看到指數的水平是否正確 OK 那先說回果汁 果汁就是邪惡到一個程度 就是 剛剛也有說過一點 就是 美國的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就是美國的 儀科學院 照譯 那是recommend 是0 No fruit juices for infants 是1歲以內 是不應該喝任何的 瓶裝、罐裝的果汁 那我們怎麼說呢 就是說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 Has issued new recommendations on the appropriate consumption of fruit juices for infants baby toddlers 爬行那些 和adolescents even 青年 OK 青少年 starting with 就是 completely avoid fruit juice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就是一歲 之前 是完全沒有飲 OK 那這個呢 the policy statement was published online May 22nd in Pediatrics OK 那就是 他就說 這個醫生叫做 Melvin Heyman 是個 medical doctor 來的 So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San Francisco 他和那些同事就寫 Open assessment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ppropriate dietary habits including consuming whole fruit rather than fruit juice 就是叫父母給小朋友吃 生果 與其是有果汁 OK 行不行 還有叫小朋友 不要喝bottle的果汁 就是你放進杯裡 我想這個可能是你用杯飲的話 就不會喝太多 我覺得是因為這個原因 如果小嬰兒真的想 父母想他吃 生果 我也不推薦 說真的 就是把整個生果 撕破它 或者打爛它 OK 一年之後 就可以慢慢 introduce果汁 但是 就 要是100% fresh OK 或者是 濃縮還原 不要覺得 fruit drink 是等於 fruit juice 都是這樣說 如果你問我 就是 我完全不建議 我認為生果是應該要全面地 全面地避開的 OK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實 果糖是對身體的傷害非常之大 其實說過很多次 就是 因為果糖 fructose 是只能在肝臟代謝的 它比酒精更加難 讓身體處理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 有脂肪肝 其實是因為喝了很多果汁 和吃了很多水果 並不是酒精的原因 所以 由此可見 你知道其實 它對肝臟的負擔相當之大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覺得 維他命C怎樣 我想要吸收一些東西 那不等於檸檬 我知道你覺得很奇怪 檸檬不算 檸檬是一個果果 其實蜜蜜蜜 蜜蜜蜜蜜 也是一個果果 即是水上熟 如果你真的很想吃 例如 藍莓士多啤梨 但你要知道 其實 生果是最多農藥的 最多噴灑的 不論是農藥也好 驅蟲劑也好 驅真菌 乳士等等 所以它含有的化學成分 是相當之高的 而我們其實 真的買到回家 我們未必有能力 可以很妥善地 處理到它 是洗得很乾淨的 因為你要明白 其實它已經不是 表皮的問題 是那個水果 它吸收了那些 驅蟲劑 農藥 然後那些 各式各樣的化學劑 因為它噴灑的時候 它不只是噴面 它噴是空氣 然後就倒下去 其實泥土是吸收了 它是整棵有樂而愛的 所以真的不建議吃 你如果真的很想要 維他病C 你考慮用檸檬 捨開檸檬 擠下去 是安全的 OK Dai Ki-chen 就說銅杯可不可以 莊湖雜酒 即是蘋果醋酸 不可以 為什麼呢 其實做過討論的人 都會知道 其實我建議 用銅杯有很多用途 包括用銅杯的水 其實是很多東西的 這些東西 風氣噴灑 然後透過淋水的時候 在泥土裡 給植物的根部吸收 所以絕對不建議吃水果 OK 除了檸檬 檸檬好一點 因為始終你不會圓石吃 還有皮上面有些什麼都好 你都會避開到的 檸檬是相對安全的 越珍貴的水果 其實是噴灑得越多 所以就想你了 OK 為什麼我說不建議銅杯 其實銅杯有很多用途 因為銅杯的水其實是有煞滾作用的 所以我會建議人 早上空肚就用銅杯 喝了水 但水不是就這樣扔下去 然後就這樣喝 其實要浸一晚的 你會不會出現銅瘦味 是會的 當然它會有銅瘦味 因為我們只要它的效果是這樣 OK 那些人如果鼻子有鼻鬥炎 或者經常口腔發炎 喉嚨痛 我都會建議它用水 浪口和洗鼻器 去洗鼻子 包括有鼻敏感的人 OK 那就要把水浸一晚 如果之前已經買到俄羅斯石 即是有庫勒希那種石 OK 那你就建議會把那顆石 放進銅杯裡 或者銅鍋 OK 浸一晚 然後第二分鐘 那些水不一樣 有泡泡 那些味道好像很奇怪 但其實是對的 不用怕的 然後就用那些水來喝 或者浪口 洗鼻子 或者如果有濕疹就洗濕疹 OK 通常我會在討論期間 會告訴大家 因應大家的情況 這樣 那 就 說回題外話 在我們轉到另一個題目之前 那就是 這一段時間 我會多很多時間在店舖的 那如果你們真的有一些簡單問題 記住強調的簡單問題 是歡迎下來店舖找我的 我每天都是這個打扮的 因為做Energy Healing 是需要穿白色衣服的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 我不會跟你欠資源 因為我拿著這個器材 其實就是把我的能力 通過這個器材 去給你 那如果我穿其他顏色 比如深色的 我會吸光的 那我就不要吸光 因為我不要跟你欠 要給你 所以我會這樣穿 你每天看到我都像精神病人 穿白色袍 拿著不在後面打個裂 那如果是簡單問題的話 你可以下來問我 譬如說 我想我的胃很一般 我應該怎樣做呢 就是簡單的 如果情況比較困難一點 始終我都需要你做一個 討論 即是佈過時間 因為我需要看你的 七天飲食紀錄 吃過什麼做過什麼 我越了解得多 我越可以做得多 好嗎 你放心 你們的資料我們不會洩露 即是你看到我 在節目中 我真的要分享個案 我也不會說人名 因為你可以很放心 好了 接著 講完果汁那裏 啊啊啊 糟糕 我刪了 我要那篇 不要緊 我開飯 等一下 呃 我死蠢 啊啊 我怎麼回事了 OK 少了我一陣 我要開飯 嗯 不過Energy Healing 對於癌細胞 起了變化的那樣東西 OK 那樣東西 其實聽下去 覺得 啊什麼可能啊 我很肯定 如果你身邊 有人有癌症 然後你去問 總統科醫生 他一定會跟你說 你千萬不要相信這些東西 生酮飲食 他會跟你說 不要做這些東西 最重要呢 飲食多能 蛤 一會兒有幾次到門市 摸門釘 你幾點鐘過來的 不會的 正常 那麼多人害怕 OK 那麼恐怖 你等我一會兒 你告訴我 你幾點鐘過來 因為我們正常 可以12點到9點 正常不會這樣的 你來的時候是幾點鐘 如果你們想過來探我 當然好 一段時間過來探我 OK 我再開一篇 開始說了 我現在就喝 這個是沒有糖的 我需要喝些咖啡的東西 因為呢 如果不然我真的沒有力 沒有很累 現在都做了整天的事情 新研究 新研究發現 症癌瘤瘤 症癌瘤 什麼叫做 Energy healing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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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功 例如 我做的那些 我做就很多不同的 modality 放在一起 這樣 我先說了個 study 我先跟你說 我怎樣做 OK 實驗室 例如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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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個title呢 叫什麼呢 Sorry 就叫做 Transcriptional changes in cancer cells induced by exposure to a healing method OK 對啦 has examined the effect that healing intention can have on cancer cells in vitro OK Sorry 講了一句話 不好意思 這個study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看一下 stored 就是儲存了 或者錄下了 recorded energy 有沒有impact on breast cancer cells 那我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Energy charged cotton 棉花 我不在現場 我不知道是棉花波波 就是那些 一粒那些 圓粒粒那些 還是棉花棒 還是化妝棉 我不知道 總之就是Energy charged cotton OK 你看到像我們現在的水晶杯 那些就是Energy charged crystal OK 你問我其實這個 這個study是好笑的 如果它是用Crystal 其實會更好 因為Crystal 是可以證實了 可以store energy 反而棉花粒 就是 不是一個最好的 storage tools OK 那我就用Energy charged cotton 以及Electromagnetic recording of healers practicing the method 就是舉例 譬如 他去找一個healer 跟著呢 就叫他把他的療癒 或者healing store到一個cottin 一個棉花波 或者就是用Electromagnetic 即電磁波 去儲存 那個人用這個方法去practice 譬如說我幫你輸半個小時的靈氣 這樣就用這個電磁波的recording 儲存了他 這樣 OK 這樣就 這個study 他怎樣寫呢 我只要讀給大家聽 就是 virtually all recorded societies report that certain individuals appear to have the ability to heal OK 即是似乎所有的紀錄 不同的社會文明 都有紀錄到某些人是有能力去療癒其他人的 這樣 Often times this healing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spiritual disciplines of one sort or another 大部份的時間 就是很多時候 這樣就是 這一種的healing 往往是會跟某些的靈性的修行方法有關的 and the healers themselves have sometimes been accorded a certain special status within the culture 所以這些healers通常都會有個特殊的地位 這樣說 ok 那這些healers是會有用不同的方法的 healers have utilized various methods of practice including laying on off hands 即是手放在上面 這樣heal 你看到healer其實不會叉手指的 是會合起來的 因爲它是要盡量集中 像一個beam一樣 放射出來 prayer 即是討文 and induce all the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就是一個特地自己轉換進去一個不同的 consciousness 一個不同的意識狀態 其實是很shamanic的 很煞滿的 煞滿的療癒方法其實就是 那個saman 會進入一個不同的意識狀態 就是跟著去尋求答案 跟著就將那個healing帶回來給當事人的 ok to name a few hypocrates 就是the father of medicine 醫藥之父 就是referred this healing as 什麼 the force which flows from many people's hands ok 是的 那我們繼續講 ok 到底 這些東西 其實譬如在佛教 印度教 甚至說聖經 例如耶穌 或者其他的聖人 他們有能力用對手去醫好人 其實你都可以當它是一個 form of energy healing ok 今時今日 就用得最多 這方面的research 那個人是一個biologist 一個生物學家 來的 就叫做Bernard Grett 是McGill University的 ok 他就發覺 有些人是有能力令到 種子發癌發得更快 然後 譬如令到人的痛症減少 如是等等 令到傷口能夠康復得更快 我講我自己最近的 剛剛這個星期六的例子 由於那天的時間和人手關係 有三個客人 很nice 其實我應該要幫三個一起做 分開做 但是因為沒有辦法 我先把那三個客人一起做 因為大家之前聊了一段時間 然後問過他們 他們說ok 沒有問題 就三個一起做 三個一起做 很有趣 出來的效果就是 有兩個人的痛症 是做完之後消失了 有一個他本身不痛 但做完之後他就覺得更痛 那我就有解釋給他們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這個過程裡 我以前是沒有說的 那 我就再解釋給大家聽到 一件事是怎樣 其實 如果你們 Sorry 五月四點才會有人 這種情況 你們一定要告訴我 因為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 我是真心地 以為我報到是由 十二點鐘到晚上八點鐘都會有人 到九點 十二點到九點鐘都會有人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記得一定要跟我說 如果你們覺得有些情況 是不愉快的 譬如你覺得有些事情 你想說給我聽 或者說白一點 你想投訴的話 你還是 發給我的Facebook 如果你是問問題的話 就不要發到那裡 因為 為什麼呢 就是我怕會亂 我意思是說 有時候可能 那裡有搭了 我那裡有搭了 然後你遲到兩個版本 大家會亂 所以 給大家的好處 就是不要分開發聲 全部發聲 就是九一七零 但如果你真的有些事情 你覺得是有不妥當的 譬如說 我去到網門頂 為什麼會這樣 這些是可以告訴我 的 到時候我可以問我同事 會發生什麼事 那天不是有人上班 嗎 為什麼會不見了人 可能同事說 我肚子都在廁所 或者說我那天有些急事 我下了街什麼都好 其實這種情況 我需要知道 因為 我 可以 回來看著檔 或者怎樣 多謝你們告訴我 因為我之前真的不知道 OK 所以多謝你們 這樣 就是 那個 剛剛我說這個 癌症 它其實是針對乳癌的 就是科學家 我們就用一些 Energy charge的 就是 那個癌症 將他的 癌症 和癌症 進去棉花 這個棉花 就儲了癌症 從幾位 自承認的癌症 三十七組 基因 變化了 而還有六十八組 是直接是雙倍的變化 OK 那我要讀一些很技術的東西 給大家聽 是兩種 是兩種 citrate lyase OK ACLY 我看見自己讀得不好 的 和 interleukin 1-beta 就是 IL-1b OK 會 會 consistently downregulated at 4 and 24 hours of exposure to the recording respectively in 3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both ACLY and 1-l-1-p-b sorry were also downregulated in cells exposed to a hands-on delivery of the method suggesting these two genes as potential markers of the healing method 簡單說 是什麼呢 就是 不論是 給了棉花 或者是 現場 或者是 只是聽到 那個 那個片 OK 那個電磁波 那個錄音 也好 他們有兩組 和癌病有關的 基因 是有 明顯的變化 即是有 即有37組 是有明顯的變化 有68組 是兩倍的變化 所以 有些醫生是真的 I'm sorry 但他們可能 本身真的很萌實 或者是完全接受不到 他讀書 所學的 意外的 但我覺得 其實這些 讀書 由大學去做的 讀書 就會比較有用 即總好 因為我跟你說 我治療後 那個人 沒有痛 然後他怎樣 又怎樣好 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總會覺得 我賣花 讚花香 但如果你有大學 做一些 獨立的讀書 整件事會不同 我舉例 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 客人他躺下的時候 我們會給一些花精 是讓他可以放鬆的 處理身體的壓力 噴在舌頭上 然後讓他塗一些精油 在上唇上 即人中的位置 讓他可以吸收 可以放鬆的 然後我們就會讓他放鬆 我們會放一些 音術的重量 老實說 放在身體不同的位置 那放什麼位置呢 就是我們之前會用一部機 幫他檢查他的默輪的強弱 特別的 那幾個默輪 就會放那些重量 在上面 OK 那我的同事 就負責 酵 我們會七個默輪 做 七次 然後再做別的默輪去做 我會拿著治療器 我有三十個 不同的 有些是針對甲狀腺 有些是針對痛症 有些是針對發炎 針對睡覺 針對抗瘡 針對經絡 針對情緒 抑鬱 如是等等 很多東西 然後我們會放一隻手在上面 我會放一隻手在上面 然後 我會清除四個層 那是什麼呢 就是 What does not belong be removed 不應該存在的東西 就應該要被清走 就是physically 肉體上不應該存在的東西 第二個就是情緒上不應該存在 第三個就是能量上不應該存在 第四個就是靈性上不應該存在 這是大包圍講的詞 這一個已經是第一個步驟 其實支持了靈 靈活是什麼呢 就是會清理了 就是說 你今次接受的療癒 會障礙到你 會構成威脅 會令到效果減弱的 那些的障礙 路障都要清除了 然後才開始做四個層面 之後就逐個逐個做了 譬如說你身體裡面 有什麼東西會危害到你健康的 有形無形 有生命無生命 我們就會擠出那些東西 譬如舉例 有細菌 有病毒 有毛菌 真菌 什麼都好 organic 或inorganic 我們會用一個器材 就是抽乾它的能力 不是你 是它的能力 然後就會在情緒上面 有什麼負面的情緒 會影響健康的 我們會抽走它 然後你脈輪上面的阻塞 經絡上面的阻塞 會抽走它 然後去到靈性層面 這個就是佛家所說的 冤親債主 或者有些不應該在這裡的東西 OK 然後我們會注入你身體所需要的 那一路做的過程裡面 都會做著聲音治療的 就是縱撥 到最後埋味 我一般就會用水晶縱撥 給你的身體吸收頻率 OK 大約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這一種的治療 對癌症 是可以影響到裡面的癌症的 症癌症的基因 其實同樣對其他的症狀 都會有幫助 我相信 OK 那當然 你也要了解 你的情況到底是在哪個程度 那如果你真的要開刀 我不會阻止你開刀 你要吃藥 你一樣要繼續吃藥 但是有不同的方式 那你都可以去試一下去參考一下 OK 那譬如你的Energy healing 你做一次你感受一下 覺得怎麼樣 How do you feel OK 那如果你feel了之外 你會覺得 我的人好像真的輕了 我好像睡得好了 去廁所好了 那你就可以再做 但如果你試了一次 你覺得沒什麼用 那你就不要再做 那我之前 你記得 在3月的時候 我不是說 大家寫一名 我免費幫大家做的 那我聽到一個好笑的個案 就是一個朋友 通知另一個朋友 在英國的 就說女王做這件事 那你給個名字過來 那後來那個人 就在我做他那個默輪期間 譬如他報那個 是舉例是太陽輪 這樣算 那在做太陽輪期間 他說他發燒 他就跟朋友說 女王你沒料的 搞錯我發燒 我想說 其實你身體會發燒 是一件好事 他有能力去打一場仗 他不是捱打 有時候你會明白 你可以是捱打了很久 身體沒有能力反抗 那其實 因為那個能力的療療 我相信 就是因為有一個 加進了能力 令到你的身體 會奮起去打一場仗 所以其實 這是一個好指 就是所謂的排毒反應 好嗎 好嗎 我想說多一點 就是那個肉食的部分 就是純肉飲食法 所謂第二個好處 OK 我先找一些資料出來 嗯 在那邊 OK 看到了 稍等一會 OK 它的好處 OK 上次說了一個 我們現在嘗試再說多一兩個 好嗎 OK 因為呢 節目時間 大家都說不要 有些人說不要太長 OK 好了 本上次說了第一個就是糖 對嗎 OK 第二個呢 就是幫助力氣骨 力氣骨 力氣骨就是 我和寶天都說過很多次 就是有沒有一些問題 比如皮膚上面有濕疹 OK 或者狂爆瘡 或者你會不會 肚子就是 經常都 譬如 久不久就 蛇 又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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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規律的 OK 然後你會不會肚子很脹呢 不是肥 是肚子 然後有胃氣 然後 胃酸倒流 然後有些新陳代謝病變的情況 OK 也有病毒的症狀 如果有的話 OK 你有機會就有 就是腸裡面的蛹毛 發炎萎縮 OK 那接著呢 就有些食物的殘渣 就放在蛹毛裡面 那麼它就會被腸 反吸收回去 那麼就 很大的問題 很多事情 OK 那 那 現在 Solvia Clemens 在Paleo Medicina 90%的人 其實是有肌問題 腸道的問題 OK Gut health is related to everything OK 所以我們的身體現在很沙沙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想想 我們吃了很多消炎藥 從小到大 那些已經破壞了我們腸裡面的健康的生態 另外就是我們每天吃的肉裡面 其實都有很多的消炎藥 也都是持續地再次上加傷 來破壞腸裡面的益菌的生態 OK 這幾個就是 當你的腸裡面的蛹毛萎縮了 它使得那些蛋白質和毒素能夠直接透過你的血管 被反吸收回身體 OK 你的小腸雖然是佔你的腸道 你的腸胃是50% 但其實它是負責超過90% 你的食物的吸收 以及是你身體最大的免疫細胞所在地 整個身體最多的免疫細胞就在小腸 而且它是非常脆弱的 我剛才所說的 譬如強酸會傷害到它 當然你在上面可以 但如果你真的有苦洋的情況 或者怎樣 令它受到感染 還有譬如你吃的東西裡面有太多的消炎藥 還有一個我們說是動物組織也好 還是你直接吃消炎藥也會傷害到它 OK The only barrier protecting what you eat from your bloodstream 就是那個single layer of 那個蛹毛 OK 就是不會令到你吃的東西裡面的有害物質 直接進入你的血液被反吸收 但如果這一層的保護網 受到破壞的話 那就會有一些疤痕 剛才所說的就是蛹毛之間的疤 它直接進入你的身體 OK 好了 所以如果這個保護層破壞了 毒素和蛋白質就會直接進入血道 令到你的身體就不知道怎樣去處理 因為它是一個內部問題 它不是有外敵 它是內部問題 你的身體就會想去打它 但它打它的時候 它當作是一個發炎狀態 你的身體處理不了 因為明明不是外敵 是自己人 自己的身體在攻擊自己 這個就是所謂的新陳代謝病點 OK 但是呢 這個 這個 有一個女生 剛剛說的 Paleomedicina 她是在匈牙里的 她本身就是有這個問題 就是腸道的問題 她試過所有東西 OK 她後來就是透過全肉的飲食法 令到自己好起來 她亦都說 她試過幫助一些有第一類型的糖尿病人 還有一些高度傳播的癌病 即是很毒的癌病 所以我就說我曾經見過一個 四期應該是胰臟癌的男性的癌病病人 我是建議她全肉飲食法的 但是她是沒有聽過我的建議的 我當然希望她今時今日更健康 OK 但是她當日不接受我的建議 她不知道其實我用心良苦 我當時未 因為都成年兩前 那時候還未有人聽 亦都未普遍的 全肉飲食法 但是我當時已經有跟她說 但是她自己接受不了 那沒辦法 OK 那為什麼 Carnivore diet 全肉飲食法 對於腸流有幫助呢 因為 因為 她降低發炎 It reduces inflammation which reverses gut microbe imbalances 你的身體發炎的情況之下 OK 你腸裡面的身體平衡 是會受到破壞的 OK 那所以 為什麼叫大家戒糖 就是因為你戒了糖 你的發炎情況 就已經大大降低 那自然你的腸道就可以回復平衡 OK 其實Depression 就是剛剛我們之前說的Depression 亦都是一種發炎狀態 亦都是你腸裡面的Gut brain connection 因為其實你腦內全導體跟腸有關的 我們很久以前的一集節目都已經說過這件事了 OK 所以為什麼你要戒糖 還有為什麼我那個糖不是 我不吃甜品的 但我還在吃飯、麵、烏冬、米粉 不是的 我說真的戒掉了 OK 然後 為什麼我就說我們要喝紅茶菌 或者水黑飛耳 因為它裡面有大量的益生菌 是你可以直接吸收 而且它是活生生的 因為 你可以自己吐沒問題的 但還是那句 有風險 也可能會有些不好的菌感染了 所以大家經常發發一下都會發覺 為什麼會有一塊毛在上面 灰了、黑了 我也不會是這樣發發的 我也跟大家說過 其實我在德國買一些 唇的紅茶菌的菌種回來 然後由那個去發 發完一次之後我就扔 我就不會再用再重用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是最大程度保障 令到唇度最高 所以你要吃一些有真的益菌的食物 包括 飲麵豉湯 吃德國酸菜 吃泡菜 納豆 飲紅茶菌 飲水黑飛耳 戒糖 另外要留意的就是 Omega-369的平衡 OK 你不要說我喜歡吃妖果 就博世老闆吃妖果 這樣也會破壞 你的身體裡面 Omega-369 令你的身體進入一個發炎狀態 OK 第二個原因 唇肉飲食法可以幫助腸肉 就是它是最濃郁的 即是它的養分是最濃郁的 即是因為它所有的肉類 我們稱為它的養分是 bioavailable 即是你的身體 所以人類是能夠全然地吸收到 不會說 你有很多Omega-3 但是我其實不是很吸收到 例如哪個情況是這樣 Chia seeds 是這樣的 奇亞子其實是這樣的 它是有很多Omega-3 但你身體不太能夠 但動物組織 我們可以說是全部吸收到的 你吃了下去 你的腸吸收到 它就是要養分 令它修補 而且它會沒有刺激原 例如 Lactin 還有Glutin 例如我們吃的麵 麵包裏面 Glutin膚質是一個很大誘發腸漏 和大誘發 所以它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是可以 對於真的有嚴重腸漏的人 會有幫助的 我今天會講到這裡 如果再想我再講腸漏 因為我會把濕疹一起講 我會再講多一點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聽 這幾天大家可以下來店裡探望我 我一般下午3-4點開始 就會在店裡坐 回答大家的問題 如果太詳細 我未必可以幫到你 但如果簡單 我可以幫到你 好嗎 我們現在也有新同事 所以都應該可以的 開放時間 都是中午12點到晚上9點 如果想檢查麥倫的話 就同樣都是 發個網絡去917-2922 我們就幫你約好時間 到時候會有很多時間 可以照顧到大家 OK 不要說大家在忙 照顧不到你們 幫不到你們做麥倫測試 OK 好嗎 OK 不要客氣 如果你有什麼 你想知道那個人的能量 和你合不合 你都可以帶上來 我都可以幫你做 OK 那 有沒有東西漏了還沒說 應該沒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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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